收玩具有點像是一個人的名片 就是我買怎樣的東西 或是說沉列出來怎樣的個性 就有點像那個人的索引 架上擺滿遊戲機卡帶 牆壁上掛著各式復古玩具 走入Chicaca 彷彿置身於40年前的玩具店 這裡由老闆Hans所經營 所有選物皆不刻意追隨大眾品味 而是以老闆的喜好為准 主要應該是我爸的影響 他帶我看的都是一些美式的卡通電影 或是音樂 就是聽一些國外的音樂 例如Michael Jackson 或是英國的那個Beatles 然後卡通的話 就是因為小時候三台播放的 主要都是影進美國的 忍者歸或是X-Man那樣子 然後就從小我們誤然就 一直喜歡這些東西 Hans說在他讀國小時 麥當勞所推出的玩具 是他蒐集玩具的起點 這個喜好也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麥當勞的玩具就是有個麥克吉塊 還有忍者歸玩具是我開始玩玩具的一個起頭 所以我因為那個麥當勞玩具開始 而一直要去吃二同餐 然後麥克吉塊我一直想要蒐集 我覺得是那個時候開始有習慣 一直想要買玩具 Chicaca玩具店在2020年 結合咖啡廳成為複合式的店鋪 然而除了收藏玩具之外 插畫也是Hans的興趣 他以復古風格的插畫 製成徽章貼紙等小物販售 讓復古一詞不再局限於舊的事物 而是一種生活風格 我喜歡任舌歸我喜歡麥克吉 所以我畫的東西其實也都是這些東西 就是畫我喜歡的文化 儘管Hans認為 復古玩具永遠都是小眾文化 還是教不惜他對老玩具的熱愛 持續在台北的巷弄中 用玩具療癒自己與他人 復古玩具永遠不會是流血的東西 我覺得自己喜歡最重要 你買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 可以療癒自己 其實那是蠻強大的力量